你们等着 不知不觉中 姚沫婉与叶军青已被白斩二人带到了正殿 此刻白斩已然走进正殿朝内通禀 不过片刻 白斩自以为风姿卓月地摇曳而出 这一刻 姚沫婉真想死了 未等姚沫婉开口 白斩突然出掌 将慈雄针自叶军青与姚沫婉体内逼出 姚沫婉请吧 白斩收起迎针 玄机朝姚沫婉做了个请的姿势 就在叶军青玉陪姚沫婉进去的时候 却被白斩拦了撒来 都尉有命 只准姚沫婉一个人进去 白斩肃然开口之际 叶军青输得出手 却被身后的墨长鸡晕了 你们不准上他 姚沫婉情急转身 却见白斩表情怪异 放心 由始至终我们想伤的人都不是叶军青呢 快进去吧 莫让都尉等急了 白斩说话时 墨长已然将叶军青扛在身上朝偏面去了 此时此刻 姚沫婉就像是游道浅滩的龙 落于平阳的虎 尚且自顾不暇 更别说护着叶军青了 看着叶军青的身影淡出视线 姚沫婉唇脚勾起一抹苦涩的弧度 今生止于此 他回首过往 没有后悔 但却有遗憾 收起思绪 姚沫婉脸毛踏入正厅 几乎同一时间 正听宫门啪的紧闭 殿中光芒骤暗 唯有刺脚的叶明珠闪烁着昏黄的光芒 将殿中气氛衬托得诡异莫名 姚沫婉 你可知罪 浑厚的声音 仿佛来自九天之外 朕的姚沫婉心底发沉 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一身着红袍的老褶 夺步而至 头发黑白交错 眉毛落于耳机 立目如鹰 本该在这个年纪出现的褶皱皮肤 却平滑无纹 宛如壮年 至于老褶的身高 第一眼便让姚沫婉想到了乔爷 于是姚沫婉认为 所谓的铁血兵团都尉 也不过如此 想那乔爷返老还童 你是质子 眼前之人明显不及啊 后来姚沫婉才知道 乔爷那叫先天缺陷 人家无名 才是烦恼还童 沫婉无罪 都尉才是罪犯滔天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既然横竖都是死 姚沫婉找不出不嚣张的理由 老夫倒想听听 到底老夫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无名捋着黑白交织的护须 一步步走向姚沫婉 即便姚沫婉不畏 可那股无形中袭过来的威压 还是让姚沫婉觉得呼吸困难 哼 你助纣为虐 为虎作伥 明知叶红义非先皇之子 却倾铁血兵团之力 助他攻打大楚唯一龙脉 不知都尉死后 有何颜面再见先皇 姚沫婉猜不透 无名会在什么时候要了他的命 所以他每一句话 都必须语出惊人 只是让姚沫婉没想到的是 在听到叶红义身世之时 无名眼中竟无半点差异 若不是他定力十足 便是他早已知晓此事 若定力十足 还有心可原 若早知晓此事 那这个无名一定大有问题 无名猿就想 一个女人 如何能挑起大楚战祸 或许是他们夸大其词了 如今所见 你当真有这个本事 蛇大七寸 你一上来 便揭穿叶红义的身份 让老夫觉得这个钟 笑得没道理 嗯 的确是个精明的女人 无名的话 无疑证明了姚沫婉的猜测 这样姚沫婉觉得匪夷所思 你既然知道叶红义的身份 没道理帮他 为什么 姚沫婉心下皱凉 美眸凛冽如兵 你既然那么聪明 不妨猜猜看 无名的表情 就好像是抓着老鼠的猫 没玩到尽兴之前 还真不舍得一口咬下去 你替叶红义固守江山 却对他无半点尊重 就连手下的人 都敢对叶红义出言不逊 想必你平日里 也没少用猪来形容他 再加上 你明知道叶红义的身份 却依旧不改初衷 那莫婉有理由相信 都尉的初衷 并非为了大楚 有句话叫做 侠天子已命诸侯 不知都尉对这句话 怎么理解 姚沫婉冷眼瞧着无名 道出心里所想 比起叶军青 叶红义的确更容易掌控 无名眼底 莫名有了光彩 不输姚沫心 不输姚沫心啊 丫头 其实做人难得糊涂 若你如当日那般吃傻 就算活得不尽如人意 至少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可惜了 这一刻 无名觉得 这女人不能留了 生当做人结 死云为鬼雄 若活着形同苟智 那莫婉 请愿护死 姚沫婉从无名的眼里看到了杀吉 或许他逃不过此结了 好 好一句生当做人结 死亦为鬼雄 听你这句话 老夫许你一个愿望 说吧 无名欣赏又头脑的人 姚沫婉 无疑就是 放了沫婉 姚沫婉一语 无名绝导 口吐白沫 好吧 姚沫婉承认 他没有凌燃 是人谁不怕死呢 你觉得 有可能 无名有些凌乱了 那 放了叶君青 姚沫婉再度开口 无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凭老夫与楚先皇的交情 自然不会绝了他的后 这点 你放心 无名本就没有想要了叶君青的名 动手吧 都尉放心 孟晚见到先皇 一定会把都尉的大恩道德 一五一十地告诉先皇 相信过不了多久 先皇必会亲自上来 好深感谢都尉的大恩 姚沫婉嗤之以鼻 凭无名这样的做派 也值得提交情二字 无名自是听出姚沫婉言词中的鄙夷 生下深院 顿时以气为掌 猛地袭向姚沫婉 看着眼前幻化成形的立长 姚沫婉缓缓缓闭上眼睛 忠儿 母亲好想你 一秒 两秒 三秒 直到过了很多秒 姚沫婉实在忍不住睁开双眸 却已没了无名的影子 且说高手就是高手 一长下来 他就这么不痛不痒地告别了杨坚 就在姚沫婉感慨之际 忽然发现哪里不对 只见眼前警务依旧 自己正好好的站在正殿内 不同的是 无名不见了 姚沫婉有一刻的悲逆 这一丝该不是错把自己送下去了吧 黑暗的神龛里 供奉着一只用鸡血石雕琢的韬妾 正张牙舞爪地享受着檀香的味道 夜明珠掀起黑暗的一角 一抹黑色的身影宛如幽灵般 在空中飘飘荡荡 银白色的长发无风荡起 与空中划过绚丽的弧度 男子极美 不似艳男生的妩媚之美 不似夜君卿的俊逸之美 亦与楚墨北的邪宁有所不同 确切地说 那是一种距离 一种让人不敢直视 自心底想要匍匐膜拜的距离 人与神的距离 无名叩见苍蓝大祭祀 即便是尊为铁血兵团都尉的无名 在看到眼前男子的时候 声音也有些变了调 结束使然 天意如此 逆天重生的人儿 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总摇莫晚回楚宫 他还死不得 那凌空飘动的声音淡若烟雨 落在心里 仿佛有着洗涤的力量 驱走了心里所有的躁动 可是 迫使无名匍匐地更加卑微 他甚至不敢抬眼 只连连点头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 直到无名感觉到 那股威压消失的时候 方才起身 当姚莫晚活着 被白斩带出来的时候 白斩的眼睛一直停留在姚莫晚身上 看得姚莫晚好想撞墙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看着眼前漫无边际的永道 姚莫晚满腹之仪 就这么活过来了 不用死了 为什么没杀你呢 白斩答非所问 姚莫晚终于怒了 四神妖 你够了啊 从出来到现在 你这个问题问了不像一百遍 他没杀我怎么了 你就这么希望我死吗 我上辈子抱你菊花了吗 抱了吗 姚莫晚恨恨地蹬向白斩 实则被这么个 不男不女的妖精盯了一路 姚莫晚心里真的是很不爽 死不死的关我什么事 快走吧 天黑前还要赶到楚宫呢 白斩怒怒嘴竟然没有生气 这可是姚莫晚始料未及的 楚宫 你说你要把我送回楚宫 为什么 姚莫晚觉得 自己的思维完全跟不上现在的情况 你还真是无情 那野红一想一想的都害了相思病了 你好歹也该去看看人家吧 白斩的声音十分的麻人 姚莫晚不禁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无明这么做没什么道理呀 既然明白无明的心思 姚莫晚倒觉得 无明的做法有些多此一举了 他想要用自己的出现 激起叶红一的斗志 解释不通啊 姚莫晚摇了摇头 有没有道理是你说了算的吗 快点走 本时还要赶回来呢 白斩嫌慢的伸手欲拉姚莫晚 却被姚莫晚以行动拒绝 男女受受不轻 本时是男的 白斩有些糊涂了 姚莫晚闻声扶强 唇角抽搐 泪流满面 诚然姚莫晚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叶红一见面 毕竟自己并非痴儿的事 已经暴于光天化日之下 再则 自己此时并非强者 饶恕叶红一怒之下 很有可能把自己宰了 于是 姚莫晚终于想明白 无明的意图了 她是怕自己死得太安逸 所以才想着用叶红意来折磨自己吧 一阵轰隆的声响过后 姚莫晚赫然发现 自己已然站在了楚宫的御花园 深秋至 御花园百花凋零 落叶纷飞 萧条的让人顿生创然之感 走吧 这里还需要本使带路吗 白展兴兴兴开口之际 姚莫晚毫不犹豫地朝官鞠躬而去 诶 谁让你朝这边走了 去找叶红意 白展拉回姚莫晚急声道 姚莫晚朝白展耸了耸肩 其意识带路 白展跺脚 免费送给姚莫晚两个白眼球 朝御书房的方向去了 姚莫晚暗自嘘了口气 定了定神 在叶红意手里逃生 他有把握 有白展手中的令牌 自御花园到御书房这段路 也算是畅通无阻 虽然遇到了几位眼熟的飞瓶贵人 可还没等姚莫晚辨认 人家已经凹得一嗓子跑开了 这点姚莫晚可以理解 纵是青天白日 见到鬼的几率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加上那鬼时不时地翻起白眼 那就更是惊悚了 即便不情愿 可姚莫晚还是见了叶红意 几个月的时间 叶红意仿佛是变了个人 依旧是那身浓袍 依旧是那顶脸贯 唯一不同的是那张脸 曾经也是俊美如注 风华无双的叶红意 如今却似形同枯稿的老者 萧瘦令她的颧骨突起 双眼凹陷 肤色暗淡无光 眸间如一潭死水 莫晚 莫晚 是你吗 看着龙岸前的姚莫晚 叶红意缓缓起身 满目惊愕 姚莫晚甚至注意到 叶红意的手在发抖 皇上 我儿好想皇上 姚莫晚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装傻文妥协 至于能不能唬弄得住 凭运气吧 这回轮到白斩响吐了 分明精明的跟猴似的人 如今就好像被一百头犀牛 从脚底下踩过一样 尤其是那股奶里奶气的声音 听得白斩身上每根寒毛都竖了起来 白斩一都为之命 特将姚莫晚送还 告辞了 白斩觉得 自己若再待下去 很有可能会被姚莫晚割影死 叶红意并未看向白斩 姚莫晚甚至怀疑 叶红意有没有意识到白斩的存在 房门紧闭 叶红意依旧站在龙岸后面 目不转睛地看着姚莫晚 眸间深邃如两个黑洞 让人看不到一点光亮 皇上 皇上 你不认得玩了 还是 还是皇上 不要玩了 见叶红意如此 姚莫晚心底忐忑不安 成败在此一举 他马虎不得 叶红意依旧没有开口 却已然大步走到姚莫晚面前 只是这一次 叶红意居然不是将姚莫晚抱在怀里 而是伸手掐住了姚莫晚的脖子 皇上 皇上不要玩了 他们要欺负婉儿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婉儿 泪顺着眼角滚滚而落 仿佛晶莹剔透的珠子般落在叶红意的手背上 碎成一片琉璃 你到底是不是傻子 是不是 三人成虎 何况在叶红意面前 说姚莫晚不傻的人 又岂止三人 于是叶红意也不确定了 婉儿不知道 他们说皇上不喜欢傻子 还说只要婉儿承认自己不傻 他们就会 就会放婉儿回来找皇上 婉儿说了 当着好多人的面说了 可是皇上为什么不要婉儿了 是他们骗了婉儿吗 姚莫晚感觉到叶红意的手渐渐松了几分 于是眼泪流得更凶了 婉儿 真的婉儿 叶红意陡然松手 猛地将姚莫晚揽在怀里 几个月的思念 她快想疯了 她甚至已经不在乎姚莫晚是不是傻子 只要这个女人回到自己身边 皇上不苦 姚莫晚轻拍着叶红意的后背 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弧度 她如何也没想到 如今的叶红意 竟然相信她到这种地步 有时候姚莫晚会在想 就算她亲口承认自己并非奢儿 叶红意也未必会信了 这种偏执 来源于什么呢 姚莫晚后来才知道 叶红意是真的爱上那个又吃又傻的自己了 因为爱 所以怕失去 所以才会明知疑点重重 却毫不理会 对不起 对不起 嘛 咯 感谢观看